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波幅是好的 但希望18000可以站得穩 所以上個星期都希望18500可以站得穩 18500站不到 今天直殺18000 大家現在都打氣的 為港股18000站得穩 但是港股又跟A股 下跌30點 3020又到3000點保衛戰 A股 所以我想要看一看你們牛熊政的資金樓 今天多不多人搏穿18000這個位置呢 我自己說 我覺得不妨開一隻熊搏穿18000 下178的 今天資金搏是搏得站穩 只是搏它穿下去呢 是啊 教主在你講港股的時候 我已經開了恆子的圖出來的了 大家看看 現在就一直在18000這個關口 一下就下去 好像之前那樣 有一天都是試這些位置 回下來 其實今天早上看到資金樓 在牛證方面部署反彈是有的 那紅證就選到下去 最低收回水平的紅證就看淡了 因為始終牛熊證沒有辦法了 沒有得選一些叫做價外的牛熊的嘛 全部都是價外的嘛 是的 所以市一開出來 向下落呢 那最近那隻的紅呢 其實都是越拉越遠的 那現在暫時呢 市場上最低收回水平的紅證呢 收回價是18425點的 那講的是300多400點左右的距離 那那個槓桿就20多倍左右了 20多30倍左右 那至於牛證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website那幅圖啦 那就街貨一下 一路打下去 去到18000關口 暫時重貨區呢 都是在18000這個關口的 今早早呢 朋友博反彈呢 就開始拉低一些收回水平去部署了 你看到我們活躍指數呢 比較滿一些的那些呢 就是距離現貨價呢 四百多點左右的位置呢 就是拉到去下面17500、17600這些位置的牛證呢 交頭相對暢旺一些的 嗯 是的 那就 那你就給了一對牛熊啦 哦 都知道是熊啦 很有吸引啊 6070 大哥 三十幾倍槓桿啦 雖然贏了 你有18400好像 哇 只有400點啊 一下收了這樣怎樣啊 那你自己說是限制自己的注碼了 那因為我覺得那個市 這樣一開局 過程端午節排行龍舟就贏300呢 A股又這麼不爭氣呢 就真的小心點18000 守不守得住 18000守不住 我都叫好心啊 17800 可能真的殺到176 或者172 這些位置都不定的 那當然市場這個禮拜又關注FOMC啊 又好像很喜歡看外圍的啊 就是人家在美國減不減息 減不減息 他都會首先穿一穿三千的 那你穿一穿三千那裡 可能A股還有 上陣中節可能還有二三十點跌的 那所以這下二三十點跌呢 穿大位呢 A股穿大位三千呢 港股會小心點 所以我會盯著60745 三十多倍槓桿OK啦 是啊 教主 所以這一隻都是現在市場上 最高槓桿的紅證的選擇來的了 60745 不過如果說 日內可能跌幅再大一些的 投資者想部署反彈的 我都給了一隻牛證 我今天都剛好選一隻遠一點收回水平的牛證的 那可能都可以叫做 先寫下吧 留意著 那56410 56410的收回價是17508點的 暫時就500多點左右的距離了 槓桿呢 都同樣 同隻紅都類似的 三十多倍左右 是啊 那現在最好了 牛熊呢 你就選一些 貼一點點 你就縮回自己的註碼啦 貼一點點 因為就 那個市雖然是跌一級 或者如果反彈也都會彈得快 但是可能一下半下 如果你選得太遠的話 你吃不正呢 那個槓桿小了就吃之無味的 所以就選一些三十多倍 我寧願你真的縮一半 或者是縮三分二的註碼去選這些高槓桿會好一些 因為是彈就是那一刻的了 穿18000就是那一刻的了 就是吃不吃得正那一刻的 所以就想起這兩隻 我說一次 恒子牛呢 五六四一零 紅呢 六零四七四五的 兩隻都超過三十倍的槓桿 是那一下而已 但是唐哥就不在這裡 因為唐哥是技術上的問題 但是他不能進來 那他一留下的一隻呢 就是一二一一的紅的 一二一一的紅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選一二一的紅呢 其實是何其大膽的 因為他的勢都強的 現在他的勢都強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要做給阿迪一些淡倉的話呢 我覺得有吃要吃 就是不要看到二百塊啊 或者二百十幾的位置有吃要吃 因為就始終在中國政策來說 最大的那個位就是七月的三中全會 那這三中全會雖然大家不知道會說什麼 但是如果說到一些刺激經濟政策的話呢 拌來拌去 怎麼都會有些電動車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都何其大膽呢 但是都不妨一試 因為市值真的跌三百幾點 那今天他就在逆市升上去的 那你可以趁個勢 看到譬如二百 樓上 或者挨近二百 三十塊 你就可以試一試唐哥這隻紅 它的號碼是61108的 61108 是的 那個收回價就二百四十塊 都叫做幾貼價 5%的距離而已 槓桿有十四倍多的 但是這隻就是61108就是一些比較近的 那一堆下去 今天跌成三百幾點 你不跌的 還沒到按鍵 一按鍵跌 有一吃就有一吃 因為始終我比較擔心就是這些政策股呢 七月的三中全會走出來說到 叮嚀棒棒 很激烈的話呢 很多淡倉可能這樣夾一夾的 但是當然現在距離三中全會都有些時間的 你可以借那個勢呢 看一下就是說 你沒理由的 今天跌成三百幾點 你都可以升 你還沒跌而已 你可以試一下按鍵的 但是 它那個勢今天就強的 證股 你撐到 譬如是二百三十塊 流上了 你就做這隻熊吧 是啊 格主啊 棠哥選這隻熊證 二百四十元收回 相對來說是近的 因為你看到比我槓桿都相當高 十四倍槓桿的一隻熊證 61108 那我們開的買賣差價就最窄了 一格的買賣差價 日內部署都可以的 那個註碼都要收回小一點 因為它動一動 可能四五個percent都不出奇 因為它比較近的 至於說我看到有觀眾留言 就說不如撲卵 不用怕收回 我們都看了卵的選擇 要去到十四、五倍 可能要選一些超短新的 譬如7月這些到期的 超短新有十幾倍 但是那個時間的選號 首先第一大 第二那個買賣差價未必可以很窄的 可能今天你看到窄而已 但是明天我有少一天的了 所以時間扣完之後 有機會那個買賣差價也都會拉闊 這個風險相對來說比較大一些 至於你說我想選一些叫做不要太短新 又有些槓桿的put 可能就要選到九月尾到期這一類的條款 192元4毫行使價 給人的實際的槓桿就九倍左右 真是選擇put的話 我們就有這隻了 22117的 是 22117 這隻put就192.4的行使價 但是槓桿也不差 有9.3倍 9月30日到期 如果你擔心這些收回價的 那你就負責這隻2117 但是都是這樣說 那你都是看一看比亞迪就是 今天跌成300點你不跌 有沒有搞錯啊 我說買一隻紅出來 或者買一隻put出來 拒絕你先跌 它真的跌那一刻你就有壺就要吃了 我自己始終都是怕那個三中傳媒 是有一些很突如其來的利好消息 那唐哥那隻的1211紅就講完了 那我就選一隻 是 換你了 是的 今早我都是跟大師做節目 我都說 哎真是 現在要做好倉 你都要選一些強勢 你都不要逆著這個市來做 那我選一隻中芯的 981的 那我選一隻call 22716的 22716 那中芯這隻call 就非常之跟到那個市 那是19.98的行使價 6.3倍的槓桿 它不短身的 9月17日到期的 那所以就借著中芯的證股 今天這麼硬正呢 那就追一追的 那你就 那你看中芯呢 大家都看著去年那個 6、7月的時候 其實去年很大段時間去打橫下的 那這些位呢 大概是20元左右的 20元左右的 那所以中芯呢 我想你第一步呢 就看20元這個目標 那你看不看到22元呢 上次那個位是20元22元的 看不看到22元呢 我覺得暫時就不要看這麼遠 只是看著20元這個短期的目標 那就借著它的強勢呢 那就繼續走下去 那這隻號碼就是2716 剛剛說的 那這隻就很貼的 你看到法興呢 就那個開架開得漂亮的 那也都是證股升多少 它跟著那個的槓桿呢 它都升這麼多的了 所以就你可以避開這隻證股 20多元一股 你就做了一隻號三指的 那22716 適不適合呢 這隻 現在博眼反彈 是啊 教主 這隻呢 這個銀馬呢 兩號半以下 又距離遠一點點了 因為我們另外有一隻呢 那個行駛價 和這一隻呢 很像的 不過就長三個月的 那麼那隻呢 就兩號幾指的了 如果說中芯呢 證股呢 再升上去呢 那麼那隻就變成了 一號半的樓上 那麼那個敏感度呢 就相對會降低一點 所以暫時來說呢 敏感度較高 有槓桿比較高一點的 科倫選擇呢 就22716比較合適一些 981呢 都有牛證的選擇 那麼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雖然有個收回的風險在這裡 大家都要注意回 但是我們呢 講到最高收回水平的那隻呢 都是15.8 距離現貨價呢 十幾個巴仙的距離呢 比起的槓桿呢 就五倍左右 那麼相對 剛才教主選的那隻呢 那個槓桿呢 就低一點 那麼如果說真的 兩隻去比較 做一個短線的操作 想用一些高的槓桿去做部署的話呢 那麼可能教主這隻呢 22716呢 提供的實際槓桿呢 相對較為高一點的 嗯 是啊 那唐國健在check room就說 他怕歐洲那邊加中國電動車關稅 那就不用怕就加硬了 就是巴比亞迪都走出來說 都說哎呀很怕啊 歐洲那邊啊 很憂慮啊 其實老闆你不用怕的 別人加硬你的了 就是為了 因為別人會加你 那所以中國呢 就要自強不息嘛 那所以可能是 三中全會有政策 哎 別人加你關稅不用怕 我們給你一些補貼這樣 這樣就搏這件事 兩邊會背角力會覺得緊要的 那所以就留意啦 那我講一講啦 那就恆子的牛呢 就56410 熊60745 1211的熊呢 就是61108 我的981的call呢 就22716的 今集差不多時間了 Eva 有沒有持有 有沒有事情要申報 沒有事情要申報 謝謝 好 我都沒有事情要申報 好 明天再見你 Eva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正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k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k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a Finance立場 因此 仙方